如果說你們想要把這個部分變成像閃爍 因為我們單顆LED它有閃爍這個功能對不對 可是三色的就沒有啊 這個時候其實你就是搭配我們剛剛講的等待就好了 跟這個 如果我要設這個顏色有沒有 紅色那我希望讓它變成閃爍 我就等待比如說一秒鐘之後 我就變成黑色的 當然這個可以用回圈啦 如果我們現在沒有用回圈點沒關係 就先變這個 然後再等待一秒鐘 有沒有 這樣就閃一下 就紅燈會閃一下 然後再換後面的 這樣了解 好 那我們現在確定好了 這個已經可以用了 我這裡先上標 先用標準的這樣 那現在這個可以用 可不可以跟光明一起配合 可以啊 如果它光明的數值 大於多少或小於多少 我就讓它亮什麼燈 可以嗎 可以齁 好 你看這邊喔 你可以偷看一下答案在這裡 這裡有沒有一個 你看答案在這邊 有沒有一個如果 有看到的嗎 對有一個如果 這裡喔 我們這裡 這裡都跟剛剛上面是不是一樣的 那 顯示這個數值也沒問題 我們剛剛有顯示出來是在右手邊 今天如果說 欸 它如果 這個數值小於多少 我就把它變成紅色的 如果大於 就是這個不成立 就是否則嘛 就變這樣 這樣 有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怎麼樣加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 好 你看 這個我先把它啟用一下 剛剛是在這裡對不對 先進來 我們一樣這個是把數值顯示出來 那如果 如果 如果是在哪邊 跟 這邊 邏輯有關係 有沒有 有找到如果了 就是這裡齁 所以我們把它丟進來 先丟進來 這邊我先拉開齁 這樣 那 但是呢我們要的是什麼 如果 它後面不是有一個否則嗎 可是這裡沒有 要怎麼辦 點這個齒輪 有沒有一個否則 拿來這裡 有沒有多一個的 如果你還有否則 就沒有了 但是 這裡還有一個 如果 否則如果 否則怎樣 就越來越多 不要就把它丟掉 你就把它丟到旁邊 就把它丟掉 這樣會不會的 記得喔 用完了要怎麼樣 用完了要收起來對不對 再按一下這裡 因為我們剛剛是按這個齒輪把它打開的 你如果沒有 他就會一直在那邊 收起來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所以我現在就告訴他 如果 如果 這個數字 小於等於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 在這裡 在這裡 這裡 如果什麼 有沒有看到 大魚等於小於 大魚 在哪裡 在這個邏輯裡面 有沒有這個 不要找錯了喔 好 我們就告訴他 欸我的 這個 現在 傳感器裡面 有一個光明電阻 它偵測到的這個值 如果怎麼樣 那 假設他 大魚 大魚等於 好了 大魚等於 哪一個值 我們在這邊 數學誌裡面 這個值 我們 預設的話 是不是0到1之間 0到1之間 所以 如果你小於 大魚等於 我們剛剛最高好像到0.5嘛 所以我就0.5 如果大於0.5的話 我的這個顏色 我就用 紅色的 那 如果你小於 我就用綠色的 這樣 OK 好 這邊我先丟掉 先丟掉 那我們就play看看喔 來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你看 我們現在 先確認一下 現在60級 有沒有 現在是綠色的 現在低了嘛 是不是綠色的 然後 然後 低 比較麻煩 高 比較沒問題 0.5 沒有變 等一下喔 來 抱歉喔 老師剛剛這邊 有個要修正一下 因為 老師剛剛這邊的積木 放在外面 忘記把它放到這個裡面去 因為 他偵測是不是一直在偵測 所以這個積木 如果這個要放在什麼 偵測的積木裡面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看我現在把它丟進來喔 我現在是小魚 不管是大魚或小魚都沒關係 假設我這邊是大魚 好 我重新執行一下 你先看一下 好 現在是不是大魚0.2 是不是紅色的 那我把它遮住 有沒有變藍色的 所以你要把這個積木要包在什麼 開始偵測這個裡面 開始偵測這個裡面 這樣知道了嗎 有 有沒有 這樣就有了 OK 好 給你們試一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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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